主委你好,辛苦了 這次畢竟颱風受害最嚴重的是宜蘭縣 尤其是蘇澳鎮,還有呢 行走78年的蘇澳公路 到現在都還在搶救中 那麼這次發生這麼嚴重的災害 外界很多人都在質疑 說你們為什麼不及早預防 來封路或者是來做其他的應變措施 那我們毛治國部長他說 在台灣像蘇澳公路跟蘭葵公路 都是沒有替代的道路,而且很長 你說封路真的是很困難 你比如說從蘇澳到冬澳才差不多15公里 但是呢,二十一號當天 公路總局發現說 石雨量已經達到50毫米 他們很緊張 雖然要封路在車子都已經進去裡面了 那從花蓮過來是新城的那個管制站 也都進去裡面了 所以自行上確實有困難 因此他特別提到一個概念 所以希望能夠在單一連外孔道的這個長道路 來提前預警 那麼用一種叫做通訊救災 通訊防災救災的這種機制 我想請教蘇主委 那在這一方面 我們愛醫生面 將來有什麼方法可以來做這一方面的努力 有沒有困難 有沒有 好,那個報告委員 我們在這個部分 因為那次那個毛部長在交開 這次就是因為這個舒華公路這個 這些重大的這個意外 那這裡面確實提到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本會會整個去盡力配合 因為我想這個委員非常關心的就是說 當有緊急的特別是災難的這個部分 需要一個緊急呼救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先說我的了解的部分 這個部分第一個就是本會會去配合 好,那麼因為其實當時毛部長提的還不只是舒華 還提到的是包括南迴這邊 對,對,對 兩個他都提到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覺得確實這個是 攸關人民的生命的安全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去了解 而且會去做 因為其實現在我先講我所了解的那個技術的部分 就是我所了解的已經有比較機動的 比較小的這個通連的方面的一個 就是車洞或者是臨時安裝的比較小的這個基地台 它是可以緊急的臨時的彈性的調度到現場 去做一個通連 那麼委員可能關心的另外一個問題 可能是比較是不是長期的 或者有系統的來幫忙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這個災害發生 讓我們想到說應該用科技 最新的科技發明 來運用到這一方面上面 這個部分我請我們的那個處長 有沒有什麼構想 再來說 立委員 你好 我們的構想是在這個高災害的潛市區啊 那個可能就是說它 譬如像我們在那個高雄賈仙那個小林那個路段 路段我們已經在做了 就是說那邊的基地台 只要說下雨量 有一個在一個小時之內超過多少 好那個車輛通過那邊的時候 我們的基地台 只要有帶手機的人 那個車輛啊 他人也有帶手機 他那個基地台就自動會發那個發檢訊給他 這一次手機也都不管用 不管從裡面打進去 從外面打進去就是裡面打出來 跟委員報告這分做兩個層次 這個就是說在高災害潛市區裡面 我們會去加強就是做這個高抗災的一個基地台 那這一次你們沒有做這些應變嗎 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在那個南部的話 高雄縣還有屏東縣已經在做了 高雄縣已經做了六點 而且成效也蠻好的 那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說 針對這些就是說 剛才講的蘇花公路這些有高災害潛市區 附近的基地台 那我們可能會就是說 他假使使雨量超過多少以後 這個基地台 那個他就是會送檢訊在這個路段行駛的人 讓他了解說 這個 那這個是以後要做的 現在我們已經在規劃要跟那個所有的電信業者 跟交通部這邊來配合 要怎麼來做 這一方面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事實上已經太晚了 但是亡羊孤老也會晚宜 我們會盡速來做 接力還要盡速 另外呢 由這一次的災害我們可以發現 油軟車的管理 是不是將來也能夠要求他們裝設這個GPS 這個衛星定位系統 是 強制要求 而且來給他們輔導 或是我們給他經費上的補助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是屬於交通部的權責 還屬於交通部的權責 交通部是遊覽車的這個主管單位 它是公路方面 那如果應用GPS的話呢 那將來 GPS不管是不是 這部分的話我是認為 在遊覽車喔 這部分在那個長隧道 那個行駛 或者在這些那個 就是像那個出發公路這樣行駛 確實需要有一些業務限電的 他們要來烤照 我們都會 核發那個執照給他們 因為在這種路段喔 用那個業務限電來聯絡最好 因為他才知道說前面的路段 已經是有落實了 或者貪崩了 用業務限電的這個頻段來聯絡 現在是最好的 那我們在各個區間裡處 也有這樣設置 讓他們再考試 也要輔導他們來考試 GPS的部分是沒有管制的 就是只要他們來 就民眾就隨時可以購買 現在我們不能 當然這跟交通部的主管有關係啦 就是說用要求 嚴格要求的方式 有的牛軟車 他以為我還沒有碰到這種狀況嘛 他就不在意外 不在意外 對不對 所以本席在這裡建立啊 請我們NCC要提出啊 通訊救災機制的規劃方案 好不好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其實在那個 現在行政院的數位匯流方案裡面 這個災防的聯繫通訊的工作 是我們的計畫 我們現在已經在擬了 這個跟國土安全 跟全部的 我們已經在你了 中央防災救災中心啊 是 來使用 而且也可以 各縣市來配合 我們確實在你了 而且包括就是緊急的呼救 跟這個災防的相關的聯繫的東西 我們現在正在你相關的計畫 是 本來這些電信的使用啊 早就應該要普遍 但是過去因為很多情況啊 沒有被注意到 現在蘇花公路的這個情況啊 我們是啊 非常啊 感到迫切需要 對 所以本期特別提出來 希望啊 NCC主委能夠趕快做 那麼其次呢 是有關啊 如何防範監禮機制成了業者的宣傳工具啊 最近啊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電視節目 什麼綠茶脫衣廣告啦 引來啊 物化女性或是男性野獸化的這種爭議 那麼還有創意的機制廣告 遭民眾啊 指責 說他們呢 廣告的內容啊 好像有在鼓吹啊 男女婚前的性行為 特別是我們現在的這個電玩場合啊 廣告 更是有種色情邊緣的這個代表處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 那麼雖然我們現在也有請了 七十幾位的這個臨時人員啊 在做監聽啊 或者是監看的工作 但是呢 我們發現到這些問題 過去啊 以我們的了解 NCC大概就是說 以創意啊 來作為一個 收尾的一個藉口 那麼後來也不了了之 也沒有出馬 所以啊 這個情況越來越嚴重 那麼有關這個問題 我想請到司主委 有沒有什麼 進一步的措施啊 比如像訂自律公約啊 或者是說 怎麼樣的一個 鼓勵他們來遵守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處理這方面 廣告的一些原則 處理的方式 那先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如果是關於 剛才委員關心的 就是屬於比較 仰眼啊 情色啦 或內衣廣告 就是說 它是在這個普通時段 是不移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請業者 就是把它整個 用分時的概念 就是播到 它應該播的那個時段去 那個廣告在其他的時段 普遍級的時段 是不能播的 這個部分我們有在處理 然後關於這個電玩的廣告 現在是由工業局在處理 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麼如果它的這個內容的部分 真的是嚴重違反的話 我們會根據相關的法令去處理 那我們大概是分成幾個部分 主要是看它廣告的內容 是不是也有違反了相關的 我們定的一些原則這樣子 是 屬屬委 昨天啊 剛剛通過通訊傳播基本法的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未來NCC的職權 除了國家通訊傳播整體資源的規劃發展之外 把原來屬於新聞局的這個業務 輔導與獎勵把它納進來 那麼有了對產業的輔導與獎勵 過去我們講 你光有棍子沒有蘿蔔也不行 現在呢有輔導跟獎勵 我們NCC真的應該更可以有所發揮啊 除了這一次的法令修訂 有關 剛剛本席所提到什麼自律的一些辦法等等啊 可以充分來使用 是 所以這個問題 是 這個部分 因為NCC其實過去 大概也一直是把 作為監理機關的定位啦 所以其實大部分 都是黑臉啊 所以在外面也是一個 現在已經有獎勵的這個 資源在手裡面了 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 我們會 我們會好好的 這個朝向這個 能夠善用的方式來處理啊 那自律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特別是對於 定定自律公約 是是是 定定自律公約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在跟業者 包括衛星公會什麼的 我們都已經在協商 怎麼樣定自律公約 定自律公約 對 在普遍的都會被接受 是 那麼最後一個啊 就是防堵電信的詐欺問題啊 是 根據警政署的統計啊 從93年啊 以來啊 這個每年受到的人數 超過四萬五千人 每年損失的金額啊 超過百億以上 這個情況非常的惡化 非常的嚴重 那麼本來我們在今年賽月啊 交通委員會 也針對電信法徵定第八條之一啊 判建立一個電信聯合徵信制度 後來因為討論啊 意見分歧啊 不了了之啊 以後再審 合集再審 這段時間啊 如果你剛接任 那對這個問題呢 有沒有什麼進一步的 一個構想跟做法 是因為電信 電信詐欺的金額很大 然後受騙的民眾那個 其實都會受到傷害了啊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 一方面是從技術的層面來處理 就是包括就是那個 他的那個發話端 他如果是讓民眾沒有辦法去辨識 然後讓民眾上當的話 那我們現在已經要求業者 是提供可以辨識的嘛 譬如說很多是來自國外 或者繞進到大陸出來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讓他顯示 讓民眾知道說 他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 是不是他真的有 自己有清楚在國外 他要不接這個電話 另外我們也請這個業者 設計了一個軟體去過濾 好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民眾 他自己可以去拒絕這樣的電話 但另外我覺得當然很重要 還有就是要宣導啦 還有要宣導 就是讓他們提醒他們 注意什麼樣的電話 要怎麼樣的 辭職是NCC應該要積極啊 主動好不好 來出單 以免受騙的人越來越多 好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林建榮委員